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郭湘既聪明灵动又纯净真诚 要知道她出演这个角色的时候已经25岁了 饰演十几岁的小姑娘却丝毫看不出违和感 而她因为甜美的长相当时非常受欢迎 即便她现在已经很多年没有新作品了 却依旧被观众们所惦念 在盘点娱乐圈的甜美少女时 总是有很多人忍不住想起李启红 这个长相可爱的女孩 曾经给观众带来了许多美好的回忆 但可惜的是 她最终没有逃脱残酷的命运 一生并不顺畅 母亲患有精神病 李启红早早背负生活的重担 若是看到李启红的甜美笑容 一定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心情 忘记许多不愉快的事情 李启红的笑容似乎有一种奇妙的治愈能力 但很少有人知道 就是这个笑容甜美的女孩 她自己却很是不幸 李启红和很多香港人一样 选择了六岁便移民加拿大 但并非移民的人都是有钱人 也有想换个地方打拼的穷人 香港真正的富人都住在半山腰的大别墅中 而穷人一生都在为几平米的房子打拼 很多人打工一辈子都买不起 所以很多人为了孩子的生活环境和教育问题选择移民 华人众多 政策相对宽松 环境好的加拿大成为首选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移民 到了加拿大就会过上好日子的 没有特别的技能英语又不好的李启红一家 尤其如此 父母只能做一些基础工作 努力维持家庭的开支 除了空间大一点 生活条件并没有比香港好多少 十三岁时李启红的母亲患上了遗传性精神病 不仅不能外出工作 家中还增加了一份医药费 李启红被迫一夜长大 小小年纪外出打工补贴家用 同时家族遗传性精神病 如同也成为一个不知何时启动的炸弹 李启红并没有因为家庭的变故 消沉低迷 而是勇敢的挑起了家庭的重担 面对困难时总露出招牌笑容 李启红就这样在加拿大辛苦长大 她也想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 可惜能力有限 但对于香港女孩来说 还有一条改变命运的路 那就是竞选港界 夺冠后要么成为明星 要么嫁入豪门 即便都没有 也会改变社交圈 调个金龟序 早就离开香港的李启红 并没有太关注港界 是朋友的劝说让她动了心 她买了一张机票回到香港 那年李启红24岁 港界的年龄上限是25岁 她在年龄上丝毫不占优势 但李启红长相甜美 一双大眼睛明亮且有光 脸颊上的一颗质颇有记忆点 笑起来真诚又动人 一副童颜完全看不出年纪 港界的选举 不仅要看美貌 还要看才艺 现场反应 以及学历 李启红早早出来打工 已经在社会上摸爬滚打多年 面对平外的刁难都一一化解了 面对选手的挑衅宣言 李启红用一句 我头太大 带不上贵管 既谦虚又俏皮 只可惜她学历不好 加上粤语不流利 最终只获得季军 但她却获得了最天港界的称号 这样的甜解 香港无限自然不会放过 立刻前下成为当家滑蛋 李启红便开始了演艺之路 李启红刚刚签约后 就在开心滑之里客串 这是一部长达100集的电视剧 相当于单元剧 作为观众茶余饭后的消遣 演员大多是无限不太红的演员 持续演 持续播 这并不是李启红的定位 把她放到这部剧 只是让她了解 拍戏流程 毕竟是没有任何表演经验的新人 经过这部剧的锻炼后 李启红立马接到了女一的剧本 而且和她搭档的 还是四大天王之一的黎明 这样的待遇 在无限化弹中 可谓史无前例 足以见得高层对李启红的重视 当时的黎明还没有爆红 但她英俊的外形 优越的身高 加上唱歌比赛出身 已经是一颗冉冉生气的星星 李启红和黎明 在剧中饰演一对情侣 一个笑容明媚 一个英俊帅气 站在一起非常登队 也有媒体爆料说 黎明多次追求李启红 却绿绿悲剧 那时的黎明 就已经有不少绯闻了 家境游渥的魏公子身边 自然不少女孩 王祖贤和戴思聪的女儿 都是她的绯闻女友 李启红并不贪恋 娱乐圈的浮华 也没有被黎明的表象所吸引 她在娱乐圈一直清清白白 唯一传出过绯闻的 就是钟哈良 两人曾经合作电影 非一般的爱情小说 同样饰演一对情侣 这是歌手出道的 钟哈良第一部电影 演技稍显青涩 在这部电影里 李启红也夺走了她的初吻 那时的钟哈良 看起来青涩又单纯 在电影宣传期间 两人经常一起参加节目 举止非常亲密 有一次李启红 在节目中输了游戏 要吃芥末饼干 钟哈良主动拿过饼干 要替她接受惩罚 虽然她是小四岁的弟弟 却非常有担当 芥末饼干吃到满脸通红 李启红心疼地抱住她的肩膀 当两人传出绯闻时 两人解释说 只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随着宣传结束 两人的互动也变少了 李启红的美貌 自然值得追求 但她值得无限 用最好的资源捧红她 她从入圈接触到的 都是最优质的资源 李启红入圈第二年 就出演了《郭湘一角》 凭借这个角色名声大噪 连续两年获得电视大奖 十大亿人称号 金庸先生也评价李启红 说她演出了小东西的气质 观众更是评价说 自她之后再无郭湘 两年后 李启红出演的两部电影 均获得金像奖最佳女配角提名 同时获得最佳新人提名 可惜均未获奖 但李启红已经是 无限花旦中少有的 影视双影的女性 那时的李启红 可谓一时风光无两 假以时日一定会成为 下一代影后 值得一提的是 李启红出演过一部电影 叫《原妙不可言》 电影的所有主演 全都大红大紫 这部电影1999年上映 几乎同年 女主角赵薇 凭借环珠哥哥大红大紫 男主角何瑞东 两年后歌手出道 两年后凭借风云大火 另一男主吴奇龙 曾是小虎队出身 后来也凭借《不可惊心》 翻红 而李启红次年 也出演了堪称经典的 古龙小说 《绝代双胶》 在出演这部剧时 她已经年近三十 嫁于泼辣的小辣椒 却有几分少女的活泼 也成为她最经典的 一幕形象之一 后来《绝代双胶》 也曾经多次翻拍 但李启红版的小辣椒 却无人超越 可以说 李启红自出道开始 就没有经历过低谷 她本有望 创造下一个事业高峰 但她却病倒了 那时的李启红 大红大紫 备受追捧 但家族遗传精神病 却找上了她 她小的时候就见证了 母亲忍受病痛的折磨 最终还因此离开了人世 给她带来巨大阴影 不同的是 这时的李启红 已经有足够的资金 为自己治疗 但药物却不能治疗 她内心的恐惧和不安 在治疗遗传性精神病的同时 她又患上了抑郁症 李启红把自己 关在房间里大哭 数次想结束自己的生命 她不得不停止 所有的工作 安心治疗 尽管那是她事业巅峰 幸好李启红的外籍男友 一直在身边陪伴她 她离开香港回到加拿大 在医生和男友的帮助下 她花了九个月的时间 逐渐康复 这段痛苦的经历 也见证了李启红的爱情 她痊愈后 便和男友结婚了 李启红的男友 选择了一座 海拔较高 燃烟稀少的高山顶居 还生下了一个儿子 从此开始一家三口 只限鸳艳无限仙的生活 香港这边 李启红的合约仍在无限 但她的身体情况 已经不允许过度消耗 只能偶尔客串出野 但随着李启红 淡出的时间越来越长 观众慢慢忘记了她 找她的角色少了 片酬也低了 收入急剧下降的李启红 也不得不考虑 广泛机票和酒店是否划算 与无限约满之后 她彻底淡出了娱乐圈 腿圈之后的李启红 开始享受家庭生活和运动 她还曾和老公一起参加 撇然三项的比赛 经历过生死 才知道事业在健康面前不值一提 她只有遇到非常心动的剧本 才会出山拍戏 最近一次在大荧幕中 见到李启红 是在北京爱上西雅图中 她饰演了戏份不多的唐医生 时隔十多年 再次见到李启红 让观众分外惊喜 虽然已经不像年轻时的灵动 脸上能够看出岁月的痕迹 但还是能够想起 锅香和小辣椒的样子 而李启红在这部电影之后 真的去考取了护士执照 成为了一名白衣天使 接到唐医生这个角色时 李启红特地去医院考察学习 熟悉一名医生的工作状态 这个学习的过程 让她重新想起了患病的时候 在她抑郁期间多亏了医生和护士的精心照顾 才让她从黑暗中一步步走出来赢得新生 在医院里 李启红发现自己当年的病症 不过是轻度的抑郁症 还有很多严重的病患需要帮助和治疗 这一点深深地触动了她 让她享用自己的微博之力 帮助像她一样需要帮助的人 凭借着这份信念 多年未读书地重新用功 最终拿下了护士执照 成为一名合格的医护人员 如今李启红的儿子已经长到和她一样高 老公对她疼爱如初 她做着自己喜欢的工作 不必在意身材和容颜 感笑容却还和那个24岁的刚姐一样甜美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您喜欢本期视频 欢迎点赞订阅加转发哦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